第十一章是嵌入式系统 嵌入式系统各位应该之后还会有很多课 所以这边只是个简介而已 但是虽然是简介可能 对各位之后理解的这些东西是很有帮助的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来看的嵌入式系统部分 特别是一个重点是输出路 因为输出路其实在一般的层次写法 跟嵌入式系统完全不一样 一般的层次写法都帮你包装好了 所以你只要护胶排出就好 但是在嵌入式系统里面你必须要自己来 那自己来到底要怎么做输出路 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想请问各位同学 有没有人真正自己写过 例如说我怎么样写一个键盘的驱动程式 那这个我相信大部分同学都没写过 那怎么写会是很奇怪的一个做法 那再来驱动程式怎么写 那讲到驱动程式就必须要有两种驱动程式的做法 一种叫做轮群机制 一种叫做终端机制 那另外更深入到系统的部分 启动程式怎么写 系统怎么写 最后怎么样把整个嵌入式系统整合起来 那像这里就我们之前有买过一个板子叫CREATOR 2410 那这个是我们用来做翻例的 那嵌入式系统里面通常没有作业系统 所以我们必须要从最硬体来使用最原始的方法来建构整个系统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能够了解什么叫硬体 层次对于是很多人虽然写了很多层次 但是碰到硬体的时候就不一定 那嵌入式系统的开发原理通常就是 我们现在几乎没有在嵌入式里面直接开发的分散 通常是我在个人电脑上开发 那开发完之后呢把层次换到嵌入式系统里面 那再去做测试 那如果都没有问题的话呢 再把那种嵌入式系统里面原本装的那个可写记忆体 可杀入记忆体转成维堵记忆体 那直接直接内建在里面就好了 那我们可以透过一个叫CLOS坦拍 就是跨顶台编译器 跨转编译器 其实不叫跨顶台 跨转就是 就是我在PC上面写8051的系统 或者是我的PC上面写Argino的系统 那以Argino的系统 那以Argino的原本就包装得很好 以8051的原本就全部要自己来 好 那做好的程式呢 再烧进去 那通常你会透过某个烧路程式把它烧进去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执行 或者是按一下启动键 再重新执行 启动电脑式执行 那输出路呢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输出路是一个 嵌入式系统很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我们直接就看输出路 输出路的部分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叫做专用的输出路指令 第二种是基硬明硬色输出路 好专用输出路指令呢 那某些CPU 它可能会有像ED测试装置 RD读取装置 WD写入装置 那很多指令的命名不一样 像在X86里面 它用的是IN和OUT 那这两个指令就不太一样 但是它的意思就是RD和WD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专用输出路指令的执行方式 你可以用PD测试输出路方式 有没有读到资料 然后再用RD呢 去读取 资料到在整器里面 你也可以用CD去测试装置 是不是准备函 再用WD去写入 那这边是一个组合语言的例子 那我们在CPU0里面 其实没有给这样的指令 CPU0我们会继续都是 采用记忆体映试的方式 那是下一种 那如果有的话 可能就会这样设计 像PD INDEV INDEV你看它是0X09 也就是地球耗装 地球耗装置 那测试地球耗装置 然后呢 如果EQ EQ就是说 它没有资料输入进 那就跳回到这个LOOKER 一直测试 那测试到 直到有资料进来 就进入读取的状态 那最后把读取到的 那个资料 放在R1 放在R1 再存到T里面 这样就读到一个 未原属 那假如今天 这个装置是键盘 那你就会从键盘 读一个资料进去 同样的 如果你用 输出的时候 一样 会有一个滴滴的 尾圈 然后 这是 输出装置 是不是 准备就绪 如果输出装置 准备就绪 可以写的话呢 我就 把一个字元载入 比如说A载入 载入 载入之后呢 就把它写到 输出装置 比如说F3 那假如F3呢 是 是荧幕 那 你一写出去的话 荧幕上就会 跑出一个黑影 那 在 刚刚讲的是指令 就是 就是 那个 组合员指令的部分 那 但是 除了指令之外 你在写 写那个 驱动程式 就是这些东西的时候 还要注意的一些事情是 你到底要采用哪种模式 来做 做 大家互相 合作的那种事情 比如说 因为有很多 很多行程 都可能做 这同样的事情 那 大家要怎么共同合作呢 一种方法是用轮取 轮取就是说 我测试这个装置 然后呢 如果 如果 这个装置 有资料 读 那我就读进来 如果没有资料 我就测试下一个装置 那 一直这样测 一个装置 一个装置车 这种就是轮行的方法 那 这边有一个办例 就是说 我先测试 测试键盘 然后呢 如果键盘没有资料的话 我就测试滑速 如果滑速没有资料的话 我就测试 网路 如果网路没有资料呢 那 那 就 就 做完之后呢 再继续回去测试键盘 那 同样的 如果 我测试键盘 发现有资料的时候 就把键盘的资料载入 那 如果 看看有没有资料注入啊 那 如果有的话 就处理一下 像这样 这个轮询法 好 那 刚刚看到的 这两个有点交错 轮询法这种方式呢 是 是在做互相 很 就是 潜入式系统的时候 有很多装置的时候 我该怎么处理 用轮询法是一个方法 另外一个方法是用中断法 就是要搭配硬体 有中断 中断机制的话 就可以用中断法 中断法就是 一旦有输入进来的时候呢 就会发生中断 然后 你的中断层次就可以去处理 好 那 刚刚我们看到 如果用专用的 组合员指令来读写 那 就必须要有像 RD TP 或 IMOUT 这种 这种专用的组合员指令 但如果没有的话呢 如果没有这种指令的话 就可以用另外一种叫 记忆体映射输入的方式 然后 它把周边装置 也编了 记忆体位置 那一部分的位置呢 会对应到记忆体 那另外一部分 对应到周边装置 那这样你就可以用 记忆体映射输入的指令 去做输出路 那这部分一定会好 那 OK 输出路 譬如说 你可以用ST 储存 STB 一个byte LD 来入 LDB 一个byte 像这样的指令 来做记忆体的读写 但是如果你给定了记忆体位置 其实是周边装置 它就会变成周边装置的路线 那这个东西对硬体工程师来讲是很直觉的 但是对软体工程师来讲会很诡异 那记忆体映射输入的硬体设计 通常会有一个输出控制器 那 当你要做输出的时候呢 你会 如果那个输出控制器 发现 控制会留在上面出现的记忆体位置 是 代表 一个装置 那 它就会 对那个装置做输出路 好 那 输入也是一样 如果发现输入的位置 是代表某个装置的 那它就会把 把那个资料 资料搬过去 那 这大概是像这样的 看法 一个 红纽曼架构的电脑 里面呢 会有 CPU 记忆体 和输出入控制器 输出控制器 就接到输出装置 输入装置 那 那输出控制器上面 会有 三类的 占转区 一个是控制占转器 一个是装置占转器 一个是资料占转器 一个是资料占转器 或资料管控制器 那 我如果今天呢 CPU 要 要 把资料丢给这种 输出路装置 怎么丢呢 啊 刚刚我们讲说 用 专用输出路指令 像 TD RD WD 或IN OUT 那 比如说我用IN 硬化OUT 我如果OUT 我就CPU 这边输出到控制占转器 然后控制占转器 就是这个 输出占转器 的 控制器 它会把 资料寫到 输出装置上面 那 如果用IN的话呢 就是会 讀取 这个 这个装置的资料 进来之后 再放到CPU 里面 所以这个 这个装置控制器 其实 它 跟CPU之间的 通通方式 就用专用输出路指令 INOUT 来处理 所以 INOUT 不会去存取 记忆体 它跟记忆体是不会的 因为它的 控制讯号 不同 但是呢 如果我们采用 记忆体映射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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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变成说 我是把 这个 装置控制器 每一个装置 我都配 给它一个位置 那我就可以用ST 储存 STB 或LD 载入 的方式 来做 做这个 硬体的控制 好 那这边 我们有个例子 那这个例子 我们做了一个 设计了一个简易的电脑 当然 这个电脑 只是一个办例 那我在 后来做FBGS做的时候 没有这样做 但是呢 这边 大概就 没有 社学期没有用FBGS来上 所以 就直接给各位看一下概念 好 我们上次 设计了一个简易的电脑 叫M0 Machine 0 有箱CPU0 叫CPU0 M0 Machine 0 那 它的架构呢 是一个单晶片实验板 那 采用CPU0做处理器 有16K的Flash Flash 通常在单晶片或手机上面去用的那种 设计器 那 作为 尾图记忆体 那 这样子就可以 方便去烧录 那 另外它有64K的RAID 64K的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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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这个简易电脑 大概 它的 它的配置大概像这样 CPU0 在这里 输出控制器 在这里 这边有一块记忆体 前面16K是维度的 HONIN64K是 可图写的 那 这里有个键盘 总共有16个键 这里有个器材检视器 这个很简单 原理台键 那 当然这个电脑其实没什么用 连计算机都做不到 计算机至少也要有好几个器材检视器 好 那 当你 我们只是要示范说 那你按这个键的时候 那CPU0要怎么去 读到你的键呢 那 如果说 你今天想要把东西 输出到七段显示器 那 那CPU0的组合源 又应该怎么下 那这边呢 我们就 因为CPU0没有印 out 或RDWD 这些指令 所以我们采用的是 记忆体映射的方式 那 记忆体映射的方式 你就要考虑 我到底要把 这一些东西映射到哪里 比如说键盘的键 映射到哪个位置 我要把 把七段显示器 映射到哪个位置 那这边我们的映射方法是 你可以看到 这边 SEG G RS G E G A E C D E F G 所以 它映射到 把这个映射到了 这个位置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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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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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有一个问题 如果我今天想输出一个字 那个字是3 那我应该点亮哪几个? 我要输出3的话 我应该点亮F A B G C 那让E和B按掉 那这时候我的样式应该怎么设呢? 我这边的样式应该怎么设? 我应该F 看一下 E和B要按掉,其他都亮 所以这个要0,这个要0 其他都要1 也就是说这两个原子是0 其他都是1 我这样就可以输出一个3 那我要指令要怎么下呢? 好,来看个例子 如果我要让七段显示器 显示出字元0 你稍微看一下字元0 字元0应该长什么样 就是只有G是按的 其他通通都是1 那要显示字元0的话呢 只有 只有这个G是按的 那G是在哪里? G是在第六个位元 G是在第六个位元 因为我让它按 那第五个位元以下呢 通通要填1 这才会显示0 所以呢 会变成怎么样? 003 就是0s3n 为什么是3n5? 0011 1111 OK 这样子的话 它就会显示一个0字元 而且我怎么弄? 我把它这个R1 这个样式 这个0s3n5采入之后 我把它存到这个记忆体位置 这个记忆体位置 这个记忆体位置是谁? 这个记忆体位置就是这一个 这样它就会显示一个3 在这个键盘上 不是这个键盘 这个7.947上 好吗? 它会显示一个3 那各位一定会想说 OK 那我可以用组合元鞋 那我可不可以用C元鞋 答案是 可以 采用记忆体映射的方式 我可以直接用C元 而且不需要用组合元 我只要 直接用C元的指令 去做损局就好 我只要用像这样的 这样的指令 一行 就可以做到 把0的这个字元 写到 写到7的解釋器上 0s3n 直接把它塞到 这个文字就好 你会觉得很怪 on sign 信号 又再加一个信号 是什么意思 你仔细去想想看 这待会儿我们再 再告诉你它的意思 好 那同样的 如果 你 这个 这个是绝对定值版 那另外一个是 这 这个会有一点点问题 那 问题在哪里呢? 就是 它的范围 可能会超出范围 所以 如果超出范围的时候 就超出你定值范围的时候 你可能就必须要 再加一些指令 那 这个后面 待会儿再做 好 先修行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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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